这边,这个B,它的一个标准差 你记住哦,为什么不用C 这个太夸张的数值了 我为什么也不用A 对不起,没有点到 A 终于点到了 A有看到吗 A这个数值还不错 对不对 A这个数值确实还不错 好,但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正常的情形应该是B 应该是B 其实我们也可以 就是用平均值跟标准差来去找异常 你看嘛,像C 一看就知道这是很大的异常 好了,我们现在去画B 看B的标准差 能不能算出来是58.29 好,那它的计算方式一样 也是首页底下新增量值 那新增量值这边应该是什么的标准差 标准差应该是新闻公告 12,应该是B 对不对 它的标准差 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是透过CALCULATE CALCULATE TAP键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放运算式 什么的运算式 是不是用那个STD EV.P STD就是STANDARD标准 然后那个EV 那个期望值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接下来 EV.P 应该就这一个 应该点S才对 我用的是样本估计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的内容应该是要用新闻公告期 TAP键 然后接下来要加右刮骨 好,这样子我们运算式 是不是算完了 加一个逗号 接下来右边是不是一个筛选1 筛选2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一样要选择的是B 这一个分类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撇 应该是去找分类 分类 TAP键 里面 等于B 我才算 然后右刮骨 好,这样是不是左右刮骨 就B起来了 然后Enter 那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标准 插新闻公告期B 呈现在这里 所以这边点一下 用这个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比如说放来这个地方稍微小一点 好,然后点这个标准插新闻公告B 好,够选 是不是58.29 那这个58.29会变 会随着我们这一个变 这个不会变的 这是固定的数值 固定的数值才能拿过来做计算 这个不是固定的数值哦 这会随着它的资料变动而变动 好,然后我现在 例如说我点C 你看这边资料是不是变动 它还是58.9 好,这两个数值是不应该呈现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一下 我现在算的内容是正确的 正确的 我只是让你稍微比对一下 就是说这个数值怎么算 你要会算 这个概念叫做LOD 就是切 一直切 看你要怎么切你的资料 那我现在用的是 不正常资料分两块 一个是小于零的公告 一个是大于365的公告 对不对 这是我切资料的方法 好,然后 最后补充一点 我是不是可以拿平均值跟标准差 来当做是我判断 这个资料是属于正常或不正常 就是这个新闻公告 是不是正常或不正常 我可以拿这两个数值来当指标 所有很多很多统计分析 都是拿平均值跟标准差 算出来它的一个 例如说是一个检定值 那这个检定值呢 再去看它分布里面 是不是落在95信赖区间之内 或之外来去做统计的那个检定 好,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请你们花一点时间 来去算出来这个标准差 然后还要会运用这些内容 好,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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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网億 h 网крет 名 י